大家好,我是华伦,欢迎来到爱故事频道,我喜欢听故事,希望故事能带给您想象力,思考力,判断力,以及创造力,让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啰! 上次说到了,这信林军没有办法说服魏王除兵啊,为了救他自己的姐姐,这情急之下,信林军决定啊,他要带上自己的食客,还有自己的私人军队,组成一个一百多身兵车的小型军队。 前往赵国,去援助赵国啊,嗯,不会吧,堂堂一个信林军只能弄出一百多台兵车,这是怎么回事啊,其实这边是有个小插曲的,因为之前信林军跟魏王下棋啊,这下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听到魏国北边举起的风火啊,这士兵来通报说,报!赵国入侵魏国北部啊,这魏安立王天要命哦,那得赶紧找大臣来商量商量啊, 但没想到,这信林军却跟魏王说,大王你们别担心啊,这赵王只是在打猎啊,我们继续下棋吧。 真的假的,你又没有无人机可以现场监控,你在那边说风凉话,要是出事,倒霉的可是我魏安立王耶。 懒了,就在不久之后,这士兵又回报啊,报!之前的情报要更正一下,赵王只是在打猎,没有入侵啊。 听到这,魏安立王大吃意惊的问信林军,这么奇,你是怎么提前知道这结果的啊? 这信林军笑笑的对魏安立王说啊,大王,我有时刻潜伏在赵国啊,他早就回报赵王今天的活动讯息给我了,所以我才会知道的。 嗯,这话听起来是没错,但能这么直白的说出来吗? 这魏安立王一听,他点了点头,嗯,很厉害。 那你认为信林军这样做对吗? 这样做好像没有错,但说出来恐怕就会有问题了。 因为,你信林军神通广大,对你自己来说固然是件好事, 懒了,却不代表对魏王来说也是件好事啊。 这魏安立王只要想,你该不会也在我身边安排了一堆密探吧? 光想到这,他就吃不好睡不好啊。 所以,他因为这件事,始终不愿意让信林军掌握大权。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信林军能调动私人军队有限啊。 正当信林军的军队要离开这大良城的时候呢, 他在城口预见了这开门的侯云老先生啊。 这信林军呢,详细的告诉侯云,他打算要率领自家人,与这秦军一绝实战啊。 这侯云在听完话之后呢,只是简单的回了他一句话说,加油啊! 不过,我的年纪大了,无法与您一同出征啊。 就这样,信林军踏上了冤召抗秦的路途了。 不过走着走着,信林军想起刚刚侯云的态度,还有答话的内容, 让他心里很不舒服呢。 这信林军说,去! 可以我之前对侯云这么领域,现在我都要去复死了。 但他却连半句有用的话都没有对我说。 诶,不对不对,难道是因为我有什么失礼的地方,所以他才不想理会我的吗? 想到这,信林军又驾着马上回来了。 他打开天窗说亮话,直接把信中的疑问告诉侯云。 这侯云笑着对他说,我早就知道你会回来啊。 接着他说,您喜欢结交贤人的人,而且名声传篇天下, 然而现在你有困难的,却没有人能帮助你真的想出好办法来。 搞得你只能率领自家人去跟秦军拼命, 这不就像是拿肉包当作武器去投掷那饥饿的劳苦一样吗? 这有用吗? 我刚刚的行为就是想要敲醒你,让你想不通而回来找我了。 信林军一听,啊?难道你有办法解决这问题吗? 他赶紧向侯云拜了两拜, 然后请侯云告诉他说,先生啊,要如何解决眼下的问题啊? 这侯云两声之后呢,暗示信林军将一旁的人先撤开啊。 等大家离开一段距离之后呢, 这侯云凑上前,到信林军的耳边小善跟他说, 我听说,调动劲柄兵马的兵符, 常常放在魏王的卧室里面, 而这如今呢,是魏王最宠心的妃子, 他经常进出大王的卧室, 如果你能从这边下手, 一定能够偷到魏王的虎符啊。 信林军一听,偷兵符? 这可是死罪啊! 这侯云笑了笑说, 你现在过去不也是送死吗? 既然你都不怕死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要救赵就必须要有军队, 而盗取魏王的兵符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信林军点了点头之后, 他接着问侯云说, 那我要如何打动这奴基请他帮忙呢? 侯云接着说, 我听说奴基的父亲被人杀害了, 而这奴基之前拿出重金选赏已经有三年了, 这件事公子你也知道的吧? 信林军点了点头, 侯云继续说啊, 从大王以下, 大家都想要帮这奴基报仇啊,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成功, 然而我知道, 公子您非常清楚, 奴基的仇人是谁, 要是您能将找到奴基杀不仇人的消息告诉奴基, 奴基一定会哭着请您帮忙, 那你也知道他的个性, 他虽然是个女孩子, 但是他却是可以为了报仇而牺牲自己性命的人, 那你说, 这个拿人头换虎服的计划会不会成功啊? 一旦拿到虎服, 您就可以夺下敬兵手中的军队, 向北可以援救赵国, 同时向西也可以抗拒秦国, 就像春秋五霸一样为正义而战, 这信林军一听, 他用力的点了点头说, 没错, 这不只是为了我信林军以及我姐姐, 更是为了赵国以及为国人民的未来, 我一定得阻止秦军的攻势, 这话一说完, 热血了信林军立刻准备要进行这个拿人头换蝙蝠的计划,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侯盈跟他说, 等一等啊, 信林军一听, 还有什么问题吗, 这救人如救火不能再等了, 这侯盈笑着跟信林军说, 公子啊, 就算你拿到蝙蝠, 要是到时候静炳跟你说, 将在外军民有所不受, 所以他不将军权交给你, 而是要再次向魏王请示, 那我请问你, 到时候你有解决方案吗, 听到这, 信林军一时愣在那边, 接着他摇了摇头说, 啊, 这点我没想到耶, 没错, 静炳一定不会听我的话啦, 这侯盈接着说, 是啊, 自发到时候你还没出门, 你就已经大难临头了, 信林军一听, 他问侯盈, 那这你有办法吗, 侯盈回答他说, 您还记得我的朋友猪亥吗, 信林军点了点头, 您是说, 在市场的那位隐士吗, 侯盈说, 是的, 这朱亥他天生神利, 虽然他不喜欢当官, 不过也算是个有意气的人, 这件事让我去跟他说吧, 我想他会协助您啦, 简单一句, 静炳愿意听您的话最好, 要是他不听, 那朱亥就是去送他上路的人啦, 听到这, 信林军突然间泪如雨下, 这侯盈问他, 怎么了, 你害怕死吗, 还是反悔啊, 信林军说, 都不是, 因为我知道, 静炳是位勇猛善战的老将, 他应该不会轻易相信我的, 但, 这就表示, 我要杀了他, 为了夺兵权, 我竟然得亲手解决掉 一位对魏国有贡献的人, 侯盈沉默了一会, 他让信林军争立了一下心情, 之后, 他跟信林军说, 走吧, 跟我一起去见朱亥吧, 两人来到朱亥这了, 侯盈向朱亥了, 说明信林军的来意啊, 这朱亥二话不说, 爽快地答应啊, 这让信林军也感到好奇啊, 因为, 他原先以为这朱亥有点讨厌他, 这朱亥笑着对他说, 没这事啊, 想我这样一位屠夫啊, 却有您多次相请, 说实话, 我是很感谢您看得起我了, 之所以没向您答谢, 那是因为我不喜欢这些礼仪繁琐的事情啊, 既然现在您有困难, 而且又是去做一件主持正义的事啊, 我朱亥当然该一不容辞地协助您您说是吧, 走吧, 就这样, 信林军在一记解决掉如今的仇人换到兵符之后呢, 他带着朱亥前往劲柄的军营啊, 离开之前, 他再次来见侯盈, 侯盈跟他说, 公子, 我本来应该要跟你引起去的, 不过啊, 我这身子实在是没办法经得起这舟车劳顿啊, 我算了一下, 大约几天之后, 您就会抵达劲柄的军营, 到时候, 我将自吻向魏王谢罪, 也算是听公子您送行啊, 这信林军一听, 这怎么行, 侯盈笑了笑说, 快去吧, 迟了, 就来不及了, 我已经活够本了, 但我不想在死之前, 诺个背叛国军的恶民啊, 您就藏了我的心愿, 别跟我争了吧, 说到这, 信林军泪如雨下, 他再三败谢猴云, 之后火速前往静炳军营啊, 到了夜线, 信林军假传魏王的命令, 要代替这个静炳, 这静炳一看, 嗯, 这兵服是真的, 但他心里却十分怀疑啊, 因为他很清楚, 这魏安利王虽然倚众信林军, 但是呢, 却一直很害怕这信林军, 怎么可能将兵权交给他, 于是, 他跟信林军说, 我统领十万兵马驻扎在边境, 担负着保卫魏国的重责大任, 现在你一辆马车来到这, 就想要接替军队的指挥权, 我没搞懂, 你这是什么道理耶, 嗯, 看来, 如信林军所料, 这静炳想要不听信林军的命令耶, 懒了, 说是此那时快, 正当静炳转头一瞬间, 这猪害从袖子里拿出他欲藏了一只四十斤的铁锤, 跨梦的一声, 胆上就将这静炳的脑袋砸个粉碎, 然后他高呼一声, 有不听魏王命令者, 这就是样板, 大家一看, 哇, 我的老天啊, 这铁锤在这人手上, 怎么就像是木柜一样轻盈啊, 而且, 看来, 这个家伙是个天生神力的高手耶, 加上人家信林军确实是拿有兵符, 而静炳也的确是违反王命, 所以呢, 没有人敢多说一句话, 就这样, 信林军取代静炳, 成为这十万大军的统领啊, 说句实话, 我一直想要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 这一只四十斤的铁锤到底有多大只啊, 还有, 要怎么将这么大铁锤藏在这袖子里面, 然后行动自如不被人家发现啊, 啊, 好了,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行动之前铁锤没有掉下来, 要不然他可能得跟静炳说, 他是一个汽车修理员之类的话了, 那就太搞笑了, 这信林军掌握兵权之后呢, 他立即向军队发号司令说, 这父亲和儿子都在军队的, 父亲可以回家, 还有哥哥跟弟弟都在军队里面的, 哥哥可以回家, 另外, 是家中唯一儿子的, 也可以回家去奉养双亲, 就这样扣扣检检之后, 卫军只剩下进兵八万人, 听到这, 就可以知道, 信林军一定是个善于用兵之人, 一般人家军队人数是越多越好, 但他却让两层士兵回家, 那你有没有想过,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这么做有两个好处, 一, 留下来的人必定拼命杀敌, 要不然家里的另外一位家人, 就可能要再上战场了, 二, 既然家里的人已经有人照顾了, 自然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所以可以无所顾忌拼命向前了, 毕竟, 魏军要面对的是这虎狼之士的情果, 这连连战败的魏军, 必须从心理上重新建立起作战一致啊, 完成好了之后, 接下来, 信林军率领着八万人, 支扑寒丹, 准备援救赵国与清军一战啊, 而与此同时, 贫远军除了让自己的夫人向魏国求救之外, 他自己则是告诉自己的文客说, 我要去楚国办救兵, 然而, 我们这趟去楚国, 必须抱着必死, 以及一定要成功的决心, 换句话说, 若能成功说服楚王与赵国合纵, 然后出兵援赵, 那自然是最好, 但要是楚王不答应, 哪怕即便是要在楚国华裔的宫殿之中动起手来威胁他, 我们也得进行, 知道了吗? 这事, 我要带去的人不需要多, 只需要二十名文武兼备的人跟我一起前往楚国即可, 这么说的意思, 就是要组成一个二十人的敢死特攻队啦, 那会有人愿意参加吗? 有的, 经过一轮挑选, 平原军选出了十九位文武双全的人, 但还差一位该怎么办呢? 算了, 忘了这件事吧, 诶, 这怎么可以呢? 说好二十就是二十, 但找不到怎么办呢? 这时候, 有位叫做毛岁的门客站出来说, 那就让我去吧, 平原军一看, 诶, 我门客太多记性不好, 请问先生您是哪位啊? 这毛岁介绍完自己之后, 他跟平原军说, 我没有录取政选, 不过您可以将就一下, 就让我担任背取第一人好了, 这平原军一听, 他跟毛岁说, 先生, 您到我这多久啊? 毛岁回答哈, 不长不短, 也有三年了, 平原军再接着说, 这有能力的人, 就像是锥子放在布袋里面, 早晚会刺破袋子露出头来的, 您来我这三年了, 从来没有人向我提起过您, 甚至啊, 我也没听说过您有什么事迹, 换句话说, 您的才能, 我想您还是别去了, 留下来吧, 这毛岁笑了笑说, 曾乃今日情处于囊中而, 十岁早得处囊中, 乃引托而出, 非此其莫见而已啊, 翻诚白话一识, 我没有刺破袋子, 那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被放进去袋子过啊, 要是你早点把我放进去袋子啊, 我想, 你看到我钻出来的, 将不是一点点的锥头啊, 而是整根锥子掉出来的啊, 哇, 有没有那么有自信啊, 而毛岁这句, 引托而出啊, 就成了后来成语典故, 托引而出的由来, 比喻什么, 显入才能, 超越重人啊, 这平渊君一看, 嗯, 好了, 既然你这么有自信, 那我就带上, 给你一个机会吧, 不过, 虽然平渊君给毛岁机会, 但其他随行的十九岚, 却在一旁投笑, 他们认为, 这毛岁, 一定会成为他们特工队的笑柄啊, 但, 真的是这样吗, 来到楚国之后, 大家讨论着要如何说服楚王, 结果没有一个人讲得以毛岁啦, 所以最后决定, 采用毛岁的理由, 用平渊君做代表, 去向楚王说明啊, 不过, 这楚王见识见到了, 但是平渊君说服楚王的工作, 却从太阳刚刚一出来, 一直谈到的日刃当中都还没搞定啊, 这时, 十九位门客一口同声地对毛岁说, 我看老板搞不定啊, 还是你上吧, 不会吧, 像挖坑给毛岁跳啊, 不过, 这毛岁可没在怕的啊, 他手握着剑了, 快速走到平渊君身边说, 这合作抗情的好处啊, 两句话就给说明清楚, 然后就认下来了, 你怎么有办法从一大清早讲到日刃当中都还没办法搞定啊, 这楚烤烈王一看, 哎, 哪里来的帽撕鬼, 没礼貌, 他对平渊君说, 这哪位啊, 这平渊君回答他说, 不好意思啊, 他是我的门客啊, 楚烈烈王一听, 什么东西, 连个关子都没有, 还敢上前来大小声, 于是, 他大声斥责这毛岁, 给我滚下去, 我正在跟你老板谈正事, 轮到你来插嘴, 懒了, 毛岁完全没有理会这楚烤烈王的大声喝斥啊, 他按着剑走上前说, 大王, 你之所以敢对我大小声, 是仗着你楚国人多是吧, 但是我现在跟你的距离不到十步, 你楚国人多有什么用啊, 你的性命现在是掌握在谁手里, 你有没有搞清楚这状况啊, 我老板在这, 就算要我退下, 也该由他说, 你有什么资格对我这边大呼小叫的, 大家都听说过, 商堂当初凭借着方圆七十一的土地, 就能成为天下帝王, 而中文王则是用方圆百里的土地, 就能耗力天下诸侯臣服, 人家靠的是人多吗, 不是啊, 他们靠的, 就是能把握有利于自己的地位以及形式, 进了展现他们的实力, 现在你楚国土地方圆五千里, 士兵百万, 这都是楚国有机会称霸天下资本, 楚国的强大力量, 天下间有哪个诸侯可以抵抗啊, 但是, 就秦国一个不起眼的白起, 只带领了数万人的军队, 一战就占领你楚国的烟影两地, 然后再战捎回你楚国的遗灵, 三战跟迫使大王的先祖受到了侮辱, 这些丑都是你楚国人几百年都难以忘记的, 说句实话, 连我赵国都为你感到羞耻, 但我今天看你却丝毫没有这种被人羞辱的感觉, 请赵何众抗训, 你以为是在救赵国吗, 其实是在帮你楚国血池你知道吗, 楚考列王在听完毛遂的一番话之后, 他说, 呃, 是, 是, 嗯, 好像也不能说不是哦, 因为毛遂的时候还在剑上面呢, 这楚考列王接着说, 呃, 确实是像先生你说的那样啊, 呃, 那好, 我愿意拿出全国力量, 与赵国合纵抗训啊, 这毛遂接着说, 大王此话当真, 楚考列王说, 当真, 当真啊, 于是, 毛遂转过头来, 对楚王左右两边的人说, 那你们还认得做什么, 没听到你家大王说的话吗, 快去准备这鸡狗马的血来, 之后, 毛遂手里捧着陈满血的铜盘, 然后跪在地上, 进线到这楚考列王面前跟他说, 大王, 你应该用撒血的仪式, 来表明合纵盟约已经确定了, 然后, 就是换我老板, 最后就是我了, 就这样, 楚照合纵盟约终于确定下来了, 接着, 毛遂用左手拿着这陈满血的铜盘, 然后用右手招呼台下十九人说, 大家也一次撒血盟室吧, 当这些人前来撒血的同时, 毛遂叹口气说道, 唉, 公等陆陆, 所谓因人尘世则业, 什么意思, 就是你们这些人庸庸陆陆, 无所作为, 最后还是得依靠别人来成就事业, 而他这句话, 也就成了后来成语典故, 因人尘世的由来, 比喻什么, 本身没有能力, 依靠他们的力量完成事情, 后, 这毛遂有功能的, 果然, 像这种平常安安静静的, 有时候发起标来, 会是个狠角色, 那楚赵完成订阅之后, 平原君带大家回到赵国, 看看毛遂, 他惭愧的跟他说, 我以后再也不敢说我会看人了, 我看过的人, 就算没有上千, 也有数百, 我还以为我自己很厉害, 很有本领, 谁都逃不过我这双眼镜, 但就看今天我看错新生灵这件事, 就知道我错得有多离谱了, 这趟去楚国, 你让赵国地位比楚国尊贵, 而你的三寸之舍, 更胜过楚国的百万雄师, 我只能说, 我以后再也不敢说我会看人了, 就这样, 平原君尊奉毛遂为上兵, 而他这句三寸之舍对毛遂的称赞, 也就成了后来成语典故, 三寸不滥之舍的由来, 形容人口才极佳, 能言善道, 另外, 这毛遂推荐自己的过程, 也成了成语典故毛遂之间的由来, 比喻自告奋勇, 自我推荐啊, 哦, 这毛遂真的算是厉害了, 一个人就创造了三个成语啊, 虽然平原君成功与楚国签订盟约, 楚国也答应出兵, 不过, 一千秒高速铁路啊, 也就是动车啦, 用骑马走路的, 这军队移动速度没有这么快, 这赵国派人出去求救的信息, 秦国不可能装作不知道, 这清朝向往在听到, 楚卫原君即将前往邯郸的消息, 他也急得如略锅上蚂蚁啊, 那该怎么办啊, 对啊, 找吴安君, 只要白旗邻军, 那就是清国战胜保证, 白旗会参与这邯郸之战吗, 还是, 这战国局势会出现什么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呢, 这故事会如何的发展呢, 我们要到下次, 才能跟各位说咯。 好啦, 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 若喜欢我的故事, 要麻烦您进了动动你的手指, 给我五星评价, 或是点赞、订阅、追踪以及分享哦, 当然, 也欢迎您留言分享你对这一集的想法, 或是, 你也可以请我喝一杯咖啡或是饮料, 让我有持续创作的动力, 其实历史, 就是顶层阶级的生活记录, 了解顶层阶级的思考逻辑以及做法方式, 我们就有机会改变自己的未来。 谢谢您来听我说故事, 我们下次再见咯。